18名全之一的士果松师傅 他从2007年来到加拿大后 就开始传播教授少林功夫 在长达8年的教学过程中 他从不急功近利 严格要求学生是 打好基础 练好基本功 学生从最初的三个人 发展到如今的几百个人 孩子们的一招一式 把少林功夫的刚劲威猛 表现得凝凝尽致 让在场的观众们 看得大呼过眼 这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孩子们为了今天的演出 可是付出了多年的情学苦念 站在台下露出欣慰表情的 正是以严格著称的 总教头 士国苏 我们在最基础的这一部分 要求得很严格 我通过我自己 因为超过有三十年的练习 我知道基础 绝对是最重要的 我们开始的时候 速度真的是非常大 有些在这地方一年 可能还一套拳还没学完 还在练 有些练两年三年 还在这练一套拳 他最基础的一套拳 没有打好 他这最基本的各种步伐步行 都没有掌握 名字什么都不知道 你交给他一个兵器 他永远不可能练好 不是而是 你到一定的程度 我才可以有新的东西 加进来 学新的东西 身体每一个人都有所不同 我们就根据他的 这个本身的自身的条件 可能有些人 可能现在适合相对这套拳 有些人可能适合 现在另外一套拳 有些人可能现在 他哪一方面缺的地方 我们就补的另外一方面 来迷和身体的缺陷 不足的这一方面 士果松是少年寺 第二十八代弟子 他五岁习武 十三岁获得 中国南北少年武术大会演 刀数第一名 十六岁获得 世界武术锦标赛 男子拳数金牌 同年被选为 少年寺十大拳师之一 曾出访过新加坡 日本 意大利和美国等地 进行少年功夫交流工作 最后于2007年 定居加拿大 在本地传播教授少年功夫 二十年前我来过这边 也认识了很多朋友 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 之前也来过几次 每一次 比如在加拿大那种感觉 这里的风土人情 和环境来说 都给我留意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印象 这样的话 这边朋友邀请过了很次 然而然也到这边 尤其是中国的心理 意味也很多 毕竟是少年寺 这个功夫和长安 这些东西 都是代表真正的 中国的一个传统 比较优秀的一个文化 一个代表 一个符号 所以我觉得在这边 更对于发展去推广 所以就这样停留下来 少年功夫历史 长达一千五百多年 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 展示传统文化的 重要符号之一 但它在加拿大的发展 并不尽如人意 2007年 世国松的第一批学生 只有三个人 经过长达八年的努力 现在学生已经达到几百名 我觉得最主要是 拿出我们自己的 真正的这种心 去对待每一个孩子 不管他最终 是不是坚持 还是放弃 所有来的孩子 我们都用心去对待 去好好去 希望他们通过练习功夫 能有所改变 不单单让他们 强身健体 身体的一个体质的改变 最重要是磨练 他们的性格 收到一个好的一个品质 少林寺为印度高僧 达驼设立 他同时也设定了 少林功夫信仰的 最初形态 禅礼 世国松在教授功夫的同时 就非常注重 培养孩子的道德修养 和内心世界的宁静 流行的纪律很长 纪律性很长 你要他定一分钟就很难 一分钟的时间内 得跟他动来动去 跟别人说话 很难就定下来 但是我们就是通过练习 长期间慢慢坚持练习 可以改变 让他真正动的同时 可以做到劲 这是少林功夫的一个 就是禅恩舞 到最后合一的一个境界 真正坚持下来之后 久了 可以改变得很多 知道怎么样去有劲力 怎么样去帮人 知道怎么样去尊重自己的老师 尊重自己的父母 去感恩自己的父母 这边都是我们每一次上课都要讲 都要去教导的 功夫就是外在的 一个具体的 这个很容易学到 但是内在的这个武德的 品质的这种练习训练 就要一天天慢慢 延传生 要一天天积累的 士长道是士果松当年的 第一批学生 如今已学成出道 在他的习舞路程中 最深刻的就是跟随师傅 参透常无精神 当我训练 我训练是非常艰难的 我训练是非常艰难的 我训练了 我训练了 在士果松的鼓励下 士长道成为少林功夫 新一代教头 他打破语言的局限 吸引了不同族业的学生 在一老一少 两位师傅的通力合作下 少林功夫在安省 发展速度加快 学生们在社区活动中 频频亮相 观众们大饱眼福 我喜欢所有的东西 所以建立这个学校 很重要 我没有建立这个学校 以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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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生了 一个稳定的生活 但是我建立这个学校 以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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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 更多的 人们资金 以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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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ive 就好了 我早就放了它 快快快 了 快快 快快 走